走进灿烂时光会客室 一起享受灿烂时光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祥 我们在节目里面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个 我觉得在传媒圈里面 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关注的话题 就是在1月6号的时候 香港明报在无预警的状况 测换了总编辑 你说是测换 其实也不知道目前看不出来是换谁 但是外界有很多很多的揣测 当然这也会让大家联想到 香港新闻自由的一些问题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 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香港独立媒体的林矮云阿艾 一起来跟我们连线来谈 香港明报的这个事件 阿艾你好 各位好 非常开心 我们通常都会在其他国家会有见面的机会 不过这是我们第一次跟阿艾来进行联系 那我想可能是不是请阿艾一些 开始先告诉我们说 这个香港明报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许在台湾的朋友也并不太清楚 这个事件的整个始末跟发展 其实这个事件对于香港来说 就是对于我吧 我自己也很意外 因为就是它来的特别的突然 其实在最近都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 你知道香港一直在讨论那个占领中华嘛 所以过去一段的日子在那个民间社会会有很多讨论啊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团体的出现 没有point嘛 所以就是硬塞了一些反对意见进去 可是如果从一个专业采访来说 你平衡报道也算了 可是看来它现在就要换一个 就是透过那个换人的方法来去控制舆论 连那个就是说它从一个新闻专业的方面 没办法处理那个问题 就用一个比较硬的方法去处理 就是我们是这样去理解整个背景的 就是跟香港现在的那个政治的状况有关 所以一方面我们有点就觉得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可是当它发生的时候 我们还是挺意外的 那我们知道是香港最近这几年 特别刚刚你提到所谓占中的这个运动 其实在媒体上面 其实也看到这个所谓的 不管是显性的或是隐性的 这种所谓的控制是越来越严重 那刚刚特别提到说 这次是用撤换人的方式 特别是撤换总编辑 这样一种手法在过去曾经发生过吗 其实也发生过 就是像那个狼花早报 狼花早报它也是换了老板 换了那个博学联之后 它换了管理层 然后换完管理层之后 它就换总编了 本来在南华早报里面 有一堆高层的编辑 它是老外来的 所以它们比较重视 那个中国的新闻 大中华或者是整个亚洲地方的新闻 可是它第一个换的是从新加坡调过来 可是做了很短的时间 好像是六个月还是一年的时间 它就再换 换了一个叫王向伟的人 王向伟就是国内的背景 可是在香港做了一段挺长的时间的记者 然后慢慢的就是从那个狼花早报爬上去 到最后变成从编 可是因为那个王向伟 它是一个政协的背景 其他不一定政协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它是政协 然后香港就是一般怎么样对付媒体 就是把媒体的高层都变成政协 就是说它可以透过那个政治的关系 去跟这个人做朋友 或者是给他一些消息来源 然后去透过这一种关系啊 统战的关系去控制那个媒体 然后那个南华早报 他给那个王向伟管理之后 就有很多事件嘛 就一个是 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李旺洋的事件 就是当时香港所有的报纸都 都很大蝙蝠的去报 就是说李旺洋怎么样在六世纪念的时间被自杀 这一个新闻 当时本来南华早报的记者 他就很大蝙蝠的去写那个故事 可是最后他的整个报导 几百字的报导 就给裁掉 裁掉变成两百字的报导 所以当时内部的编辑其实也很不满 然后就问那个王向伟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处理这个新闻 然后他就说这个新闻不太重要 然后就说你不喜欢你就别干了 对他就是这样去处理问题 其实最近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报导那个有一个市民 不是报导了是在社论里面 他就在评论一个市民场进那个香港的解放军 那个中环的军营 可是他连社论里面一些资料都写错了 就是说他 他说因为那个军营占了那个海边的一个位置 所以那个人去藏那个军营 其实我们一直在争论那个海边的位置是一个解放军码头 不是军营 它不是一个军用 就是因为香港如果是军用地的话 一般的人不能进去 可是现在那个解放军的码头 其实说好了 平常就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 只要有解放军的船进来 他才会给变成是码头 所以他这样写其实是从那个事实上也不对了 然后有人写信去投诉 他就说这个是小问题 只是写的不清楚而已 然后就拒绝去道歉 然后所以那个 反正整个状况就是香港主流媒体的状况其实很怪异 然后回到那个民报的事件 他换的是流进图嘛 对对对 然后把它换到一个很奇怪的位置 他本来这个人一直都是做偏误啊 或者是他很有那个做那个新闻的经验的 然后就把它推到一个叫发展部 这不是说另有高佑吗 这就是他的高佑吗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说他那个是一个跟他一直来的专长都都完全都不是他要做的一个 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这个是调动 另外刘进图他是写社论的 然后如果你要从马来西亚请一个人回来香港 你怎么样写社论 你怎么样认识本地的社会 你凭什么做那个报纸的一种分析啊或者是部署 这一种工作 所以大家对外聘这个事情其实也很有保留 尤其是当香港社会越来越政治性的时候 你做一个政治的judgment 做一个就是分析的时候 你一定要对本地有一定的了解 可是如果你从外面请过来的时候你当然对这方面的了解啊 甚至是一些人脉啊或者是应该放大什么什么故事 这一些所有的judgment他都没办法做得好 嗯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像刘进图他为什么会被撤换 其实有一些更后面的一些原因 这个原因一部分是在于他对于所谓的香港电视前一阵子 这个所谓的发牌的这个事情啊 那看起来是比较挺这一种 这个所谓香港电视这一方啊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也有人指出说 他并没有去尽力的在明报上面去拦截下来 这有关于梁正英的批评梁正英一些的言论 是跟这些东西是有关的吗 这个内部有一些明报的记者或者是编辑 他们说了内部是有一些矛盾 就是高层之间的矛盾 说就跟你说的一样啊 就是在怎么样处理什么是重要的新闻 是有一些分歧 我们也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啊 就是刚才说就是香港越来越政治性了 然后明报他整个编才他有一个特色 他有一对那个调查记者 然后他们其实挺挺强的 就是当初就是比如说在特首选举的时候 那个唐英联的大宅 其实是他们他们写出来的 对对所以他们整个investigative就是调查记者的一个小队 其实很强的 然后可是他们的比如说故事啊 或者是他们写出来的采访的内容他要出来的时候 他也需要通过那个编辑 就是高层怎么样去去拍那个故事 读文的过程嘛 对对 然后我听那个就是一些调查记者 他们其实对刘静图的那个评价其实还还好了 就是说觉得他还是很专业的去判断什么故事应该出 什么故事不应该出的 可是他的判断就跟另外一个高层是不一样 然后中间有一些矛盾 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尤其是明报内部 对于这一次调动他们的反应特别大 这一次的这个调动其实有提到说会去接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刘静图的人可能是这个南洋商报的前总编 这位中天祥嘛 那中天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中天祥他我跟我也是跟大马那边了解了 他在那个南洋商报那个事情就是因为大马也是马来西亚那边也是出现过一些 媒体越来越垄断的情犯嘛 就是尤其是张小新他是透过那个买那个华文报纸啊 或者是媒体然后就想把自己变成那个华文界里面的 然后在零是零九年的时候嘛 好像是零九年的时候 他就在部署那个买南洋商报 然后在他正式买之前 他就那个那个中天祥就进去做那个总编 然后就做了一些前期的工作才去收购的 所以其实就是那边的评价就是说他是马前兵 对对对 就是先来就是清理战争 先来的对对先来的人 然后后面就会有很大的阵盾嘛 然后张小新他现在在马来西亚就是华文界其实是一个很很垄断的位置 大概有七八成的马来西亚的华人都是看他的报纸的 所以他的影响力很大 比如说去年那个石进平他访问那个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就跟那个手上那个垃圾就是三个人一起嘛 然后他他还还说了这个那个中马的关系应该怎么也怎么样的发展 所以看上去他就好像中间的拉线人 那个中天祥他那个帮张小新打了很多跟大陆一些媒体高层的关系啊 就比如说你去看到他的微博 几乎都是跟一些新华社啊 人民日报的高层 就是去去谈论那个华人媒体的一些发展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他其实是就是在人脉方面是跟大陆那边是很很很亲近的一种 所以很显然的从一个香港的这个本地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刘进途是被一种无预警的撤换 而且被换到一个虽然他说是一个换到一个另有任用 但是其实换到是一个跟他自己本来的专长并没有太大关系的一个职位 而近来的这位中天祥其实我们看到他的人际的网络上面 跟中国政府的高层跟大陆的这些高层之间 其实也都非常非常的密切 那当然跟背后是这个张晓晴 他也不断的在跟所谓的大陆政府去示好 那这样的一个整体来看 他对香港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以及我们也可以看到香港的民报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特别是内部的员工还包括香港忌血 那也让我们联想到在前一阵子香港电台发牌的这个事件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继续跟RM来继续联系来谈一下 到底香港的媒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香港的媒体怎么了 我们再次回到灿烂时光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连线的是香港独立媒体的林爱云 爱你好 原来你好 我们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当中也提到了 这个香港民报的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的这个状况 也让大家特别是担心说 这个跟所谓的一个香港自言论自由 其实会产生一个极度的影响 那其实我们看到从这个国际上面的这个评比 看到香港的言论自由在全世界的排名也逐渐的往后退 特别是最近这一两年的这样的一个往后退的情况是特别的严重 我不晓得从一个香港独立媒体工作者的角度 你怎么去看这个香港这个新闻自由排行往后退的这种情况呢 一般市民其实自己也感觉到了 就是说比如说民报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几乎我在面书里面看 大家都说只剩下那个苹果一个泛民的报章 因为其实香港主流媒体虽然说他们是用一个专业 就是新闻专业的方法去处理新闻 可是一般来说我们都觉得报纸是有它的那个政治的阵营的 例如说我们有传统的左派报纸文会搭工 然后有一些跟香港政府关系很好的 一般来说我们感觉就是新岛 它是跟香港政府很好的 然后明报给恩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份自由派 还有就是说它会发挥那个媒体兼设政府的功能的一份报纸 就是所谓的算是比较有公信力的一个报纸 就是在台湾一般称之为叫直报的这样一种报纸 对对对对 就是它走的新闻路线比较专业啊 或者是还是守着一些基本的专业的立场的 所以就觉得如果是明报它打下来的时候 苹果日报它就是完全是政治立场太鲜明了 它就是变向那个就是民主党啊或者是泛民了 所以如果你中间的路线 走比较中间的路线他们给打垮之后 就是整个媒体的生态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有一个可能是更加那个两极化 就是说中间的人一定要被强迫去取派了 就是说要么你就支持政府 要么你就是反对政府 它就会简单二分化了 对对对因为以前很多就是泛民的人 他会觉得自己还是中立的 就是不是每一个事情我都反对政府 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比较 就是根据每一件事去做一个judgment的一种 可是你这样去把一批中间 就是比较温和中间的报纸都打垮之后 就是整个媒体的生态就两极化很严重 然后我想可能会变得有点像台湾什么 要么就是南要么就是绿 香港就变成要么你就反政府 要么你就支持政府的一种状况 也就是会担心那个中间恐怕是可以讨论的一些议题的空间 它其实会被整个压缩掉 所以它变成一种非黑即白的情况 对因为其实虽然说新宝或者经济日报 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政府的喉舌 可是从那个市民的感觉观点 他们其实是挺建制的报纸 因为一方面是他们的高层都是政协 还有就是他们的社论一直来说社论 都是帮政府去小骂大帮忙的一种态度 所以就是感觉以前就是感觉比较中立 或者是比较自由派的一种温和的取向的就是民宝 如果连他都没有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不看啊 要么就看就是你对政府有意见的时候 你就会选择不看保责 在台湾常常会出现一种状况 就是说如果这个媒体的立场是什么 他的员工的立场也通常会跟这个老板 会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越来越趋同的这种情况 那这在很多的国家也会有类似的情况 不过香港我们常常有时候也会看到说 这些媒体记者他会对媒体的老板 会提出不同的意见 那特别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民报的事件当中 香港民报的一些员工也出来做一些 不同意见的表述 也包括了像刚刚谈到的香港记写 那在这种类似整个中国的这种影响力 或者香港的媒体的在新闻之有慢慢的这种调整的这种状况之下 香港媒体工作者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香港媒体工作者有一个地方没做好的就是工会化 因为其实整顿媒体已经有一种很长的时间了 就是说尤其是以前就是电台方面 就是他要改变你的路线的时候就换那个高层 报纸也不是民报也不是第一天出现这一个事情 就是说其他报纸其实也常常换高层 可是每一次都是一个独立的事件 要吵要闹的都是自己内部的员工 我觉得香港应该去做的就是把那个季节或者是媒体工作者工会化 而且他的工会化不单只是一个公司里面的工会 而是应该是一个夸那个夸媒体 夸不同的媒体的一种工会 所以一个媒体里面你出现什么跟新闻自由啊 或者是因为你的采访你的立场不一样 然后给策望的事件 其他的媒体工作者也会一起走出来的 因为香港因为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比如说你在一个媒体混不下去的时候 因为你高层的都是政协 你很难去换一个媒体 就比如说你民报如果我跟上面对着干 从一个个人的角度 就是我个人跟上面对着干的时候 你给踢出去的时候 你很难在媒体这一个圈里面 再找到就是差不多位置的工作 就是如果你没有工业行动 没有集体行动的时候 其实新闻就是记者作为一个个人的时候 是很难对整个政治压力进行一个对抗 我觉得这蛮重要 其实就像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概念 就是没有劳动的权利 没有所谓的工会的这种权利 他就不会有所谓的专业的自主 也不会有所谓的专业的这种表现 那当然特别当我们看到一个个别的记者要去面对 特别是香港矮云提到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整个香港的整个政府的高层 他越来越正邪化 越来越一致性的时候 你要去做个别的这种对抗 或者是你以为你换了一个公司就能够 就是新的一个开始 但这其实感觉起来是越来越困难 那这也可以看到香港的电视或是整个媒体环境面临到的一个窘境 不过这个香港的媒体虽然遇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压力 或者是看到很多越来越同质化 越来越正邪化 越来越倾向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面向之外 其实在去年年底也有一个很大的争议 就是香港电视的这个发牌 那我们知道这个虽然有三家的这个电视去争取这个执照 三公司争取执照 结果最被民众期待的这个王维基所主持的这个香港电视呢 其实是重见落马 那虽然很多人觉得说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可是我在香港独立媒体上面看到一个评论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说王维基的这个电视台 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也是一种娱乐性为主要的这个电视台 那所以他其实对所谓的公共的讨论 或者是对他的媒体本身的公共性似乎没有那么的足够 我不晓得阿爱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这某个角度来讲 的确也是有可能让香港的电视环境 媒体环境有一种新的这种竞争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竞争是有意义的 我觉得王维基的世界为什么反应那么大 第一是大家对整个电视 或者是无限电播我们说的自由大戏 就是自由的空气 他那个长期被垄断是很不满的 就觉得我们要打破那个垄断 然后打破垄断的在自由市场的社会里面的方法就是引进那个竞争者嘛 所以如果那个新的竞争者进不了墙的时候 就是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垄断会继续 所以这个是大背景为什么大家会支持这个HKTV 另外一个就是里面很多人不满的是说 他整个就是新的政府他整个操作 他是违反一些自由市场的一个竞争原则 因为你从那个投标啊或者是整个计划书来看 其实那个HKTV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经营检则 比如说他的投资额比较大 然后他也很早的就出来就做一些 就是他还没有正式的运作的时候 他已经在做他的节目嘛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你为什么会把一个比较好的竞争者 你也踢出来 然后就觉得整个政治的操作 他是比一个就是已经高于一个自由市场 然后对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来说 大家是接受不了的 所以整个争论其实他跟王维基他具体有多进步 这个事情其实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而是他是作为一个可能挑战一个垄断结构的一个人来做的 其实王维基他自己也很坦白啊 就是说他其实是做娱乐台嘛 他大部分百分之八九成的资源都是去做那个他们的剧啊 戏剧啊而不是做新闻的 所以其实大家对他在那个新闻方面的期望不大 然后他也不会走出来说我是要要坚持那个特区政府 而且他自己也是政协 就是曾经是政协了 所以就是从政治上大家对他是没有期望的 可以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甚至对于一个以前是政协的人 为了控制媒体这一个空间 也不给他进场的时候 其实可以想象就是香港到一个怎么样 就是那个政治炒作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状况 不过我觉得其实还是必须要回到媒体 本来就应该的一种所谓的公共性 或者是这个挑战这个既有国家体制 或是威权体制政府体制的这个角色来谈 当然王维基的被期待跟就像刚刚矮云提到说 跟整个香港社会的状况是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这样子可以更更证明的一个 即使曾经担任过季协的人 即使他是以娱乐为主的这样一个节目 恐怕当他要去挑战这个媒体所有权的时候 然后他也会受到一些打压 那其实在这一次的香港民报的这个事件当中 香港独立媒体其实也发了一篇的声明 我觉得除了对于所谓的香港民报的一些回应之外 其实在这声明最后也提到了说 应该要支持香港的一些独立的媒体 或者是一些小众的媒体 可以先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 我们恐怕这一次没办法跟多谈香港独立媒体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网络上的另类媒体 可以请矮云帮我们简单一下介绍 你们自己香港独立媒体吗 其实我们已经经营了十年 对 算是那个在晚上媒体里面 独立或者是公民媒体里面 最历史最长的一个 然后我们之所以可以经营十年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捐款的一个计划在里面 就是我们是接受个人小额捐款的 所以我们不用理有没有广告啊 有没有什么资金支持的 因为其实过去有很多公民媒体 或者是一些网上媒体 因为人事的调动啊 或者是因为它都是用一种兴趣 作为一个基础的 然后没有想到怎么样去持续的经营它 没有想到怎么样把整个机构经营管理好 所以如果内部做有一些争论的时候 它就会散掉 或者是它就不能持续下去 可是比如说我们的机构 其实十年已经差不多有三个generation的人 就是三代人在一起 我已经是最老的一代了 然后现在在前线跑新闻的 有一些是90后的 然后他们也引进一些很多新的概念 进我们的机构 所以我觉得机构的成全啊 或者是一个机构能不能长期 精英下去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怎么样维持一个独立的空间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点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在香港 或者是在华文圈会有更多这样的 不是走市场路线的一些新的媒体的出现 然后香港现在其实去年也有一些很多 就是网上的媒体出现 一个就是我们说D100 它是一个网牌 之前就是本来它是走那个商业路线 也是因为股东 就是那个 它的前身是叫一个香港数码电台 然后也是因为股东里面争吵 然后到最后那个数码电台它就垮掉 然后部分的人走出来做那个D100 然后他们现在也是想发展那个 就是捐款的路线 可是我觉得现在那个文化还没出来 就是说捐款怎么样去支持你认为是好的媒体 这一个就是公民文化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就希望除了做一些好的内容之后 还要去培养一个新的一种阅读 或者是参与的一种文化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特别是刚刚矮云提到所谓的在华人圈 也应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媒体 在香港、在马来西亚、在台湾 甚至在中国的内地 也有很多的人在为这样的事情在做努力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再跟大家多谈 那也很期待下次有机会 我们可以有更长的时间来请阿艾 请香港独立媒体的朋友来告诉我们 香港独立媒体的一些发展 谢谢阿艾 谢谢阿艾 拜拜 拜拜 拜拜